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叉帽 網路紅 對 我知道 請問什麼拿陳曉妮上去做廣告 這在雲端世界造成滿大的一個蜂巢喔 對對對 大家覺得說不太像陳其邁的風格 你認為怎麼做這麼大的改變 落算就沒頭路嘛 OK 那就歡性兼好嘛 每天在家 從貓兒身上發覺靈感 以前貓在選舉的時候就沒時間 你選書就天天跟貓就破在一起嘛 然後反省檢討啦 真的啦 不過上一次的失敗 對 從我們的角度去看說 他真的也給 包括高雄是 其實最少有一個反面的恩典 從那次失敗中 我們看到一個當初有點集體衝動的選擇 那叫韓國玉是很錯誤的 所以我看到陳其邁像那種好的 那種乾美的茶的那種回甘的韻味 我覺得這是個城市應該要積極把握的 一個再出發的一個機運的轉捩點 OK 韓市長 高雄市民請他走了啦 我大膽挑戰一下其邁兄 您覺得韓市長在任的這一段 不算很長的期間裡面 有沒有哪些東西 您做一個未來的城市新的領導人 你覺得應該要把它剃除掉 這裡有一些東西 你覺得哪些東西要把它剃除掉 我不要 不想講他 這哪些要講 對 你覺得哪些 覺得說對這個城市有妨礙的東西 你覺得應該要把它剃除掉 應該是這樣講啦 是 高雄市的財政其實是困難 這個是事實要面對 所以我是在一個有限資源 要去發展經濟 讓城市變好 是 所以我必須要把我的資源花在島口上 不必要的 其他的 做白宮的 自然而然就要把它停掉 十五 您認為過去韓市長主政這段期間 在預算的所謂支出效能上面 是有值得大幅度檢討的 錢一定要花在島口上 要改善我們的經濟 提高我們的就業率 改善我們的空污 然後讓我們的這些重大的建設能夠啟動 所以我必須 第一方面開源節流 那一方面呢 我就是要用更靈活的財政的手段 譬如說招商 我們的促餐過去都幾百億 韓市長來剩下76億 剩下零頭都大 我們討論過 掉了一點離譜 對對對 這個是離譜嘛 我舉一個例子嘛 這個文嘉就是專家 我們那個壽險基金是幾兆的 油資放在銀行 他應該引導這些油資 可以到我們的公共建設啦 社福長照啦 那些在資金的這個投資 或者是對於政府的提供公共服務 他就可以很靈活的來調度這些資金 是 我舉一個例子啦 像韓市長在做冷氣機 現在冷氣機 你假如沒有大數據去調控 其實我們的台灣廠商都已經在做 是 電腦 電腦 在冷氣機上面倒一隻電腦 一個小晶片 他就可以智慧化可以去調節嘛 隨著溫度去調節 欸 這樣啊為什麼沒有結合光電呢 因為光電你夏天冬天都在發電嘛 那你冷氣機只有夏天的幾個 幾個月最熱的兩三個月在用 但是不是早上就開嘛 最熱的那個時間在用 所以你這樣稍微算一下 你就知道說 欸 假如這樣一年算下來 其實電費不用錢啊 冷氣機的電費不用錢嘛 是是是 甚至是冷氣機你也可以攤體嘛 對不對 那冷氣機我們引印機都用租的啊 我為什麼冷氣機我要用買的 為什麼不能用租的 對 為什麼不能用租的 所以你用更有功能性的這種財政政策 是 你去調節 欸 其實你可以讓這個生活改善 那又一方面又綠能 那一方面你又節省你的 這一些冷氣機政策的活動 所以每一項公共政策 市長都會考慮到說 他的效能以及他產生的綜合效應的問題 對 所以我 假如說韓市長有一些政策 我會用更聰明的方式 去讓他達到更好的效果 更聰明的方式達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像我們在防疫嘛 用大數據去做防疫的工作 這個就會讓防疫有效率 要不然 黑金菜要怎麼去找人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用手機 你假如沒有用大數據 你怎麼去抓人 像鑽石公主號進來 那些人爬爬罩 你一定是要用科技的方式 去做流行病學的調查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會更充分的 讓我們的城市更有效率嘛 那自然而然 這個也是一個產業啊 那我要去做這些大數據 我要有更多的這種資通訊 或者這一些新創公司 來輔佐他們的成立嘛 所以自然而然他們在高雄 又有更多的機會 那這些解決方案 譬如說冷氣機的解決方案出來之後 這個整個城市 它也可以賣錢啦 所以它假如藉由這些國際大廠 像AWS 亞馬遜的公有雲 它可以出海啊 所以這個鏈結就是說 你從一個在地的公共服務 然後你鏈結到說 一個智慧的創新服務方案 那這些創新服務方案 未來就可以出海 又能夠讓這個創新服務方案 又可以賣錢 所以你要環環相過去想到說 這個整個產業的一個結構跟布局 所以我的想像 我會從產業或者是經濟 或者是簡單講白話一點叫賺錢的角度 來看這個產業的一個發展 你這個產業發展 你必須想到以後 你怎麼樣讓我們的 不管是產業升級也好 或者公共服務的效率可以提高 那這個提高的過程 又能夠創造另外一個產業 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 OK 這個未來的市長用更聰明的方法 提出一個循環經濟的解決之道 愛情摩天倫要繼續搞下去嗎 其實其實 你去高雄其實不就摩天倫 摩天倫 他已經問了 一個李毅達 一個 一個小小的一個 大概只能做五個人那種 所以應該不會繼續搞下去 那個是 這個說的 我就覺得 沒有啦 就是說 浪費時間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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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摩天倫不會一個愛情產業鏈 簡單講是這樣 全世界大家摩天倫 就不是都愛情產業鏈 對不對 大家只有愛情永保安康 是啦 政府的事情不是要做摩天倫 那是民間要做 政府要做的是說 我有一個環境說 這可以做觀光啊 旅遊啊 也許有人會來投資摩天倫 這也說不定啦 聽到韓國瑜說要做愛情摩天倫 那80個歐巴桑加工一句話說 豬不大 大在搞 所以他也覺得不得了 不好意思 韓市長 那個小姐很像 沒有啦 那個韓市長是 有賣這個建設是 都天馬行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要做市長做市長 不可以想到什麼 要做什麼 你連要計算 想好 因為你很好的錢優寒嘛 那是 人民納稅的錢 你有限的 然後財政狀況地方 大家都不好 那你怎麼樣去 創造更多的財富 這個是政府要想的事情嘛 這是一個很負責任的方法 對對對 所以我在想 我不會說 做一個愛情摩天倫 我會去想說 亞洲新灣區 你有流行音樂中心會展 有歐倫 那你在有一個 這個AIOT的新創園區 把這些國際大廠導進去 那你這個亞洲新灣區就覺得活絡嘛 是 我市長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旁邊有一些觀光休閒用地 那你 也許要蓋鐵塔 你現在去自行發揮他的創意嗎 對 你的創意你再去發揮嘛 但是政府你要去整合 你要去協調 然後幫廠商解決問題 這個是市長的工作 是 離投票大概 所剩的時間不多了 OK 這次大家很關心啊 就是說 異鄉的遊子 怎麼樣呼籲他們回鄉投票 其實我也很關心這個題目 我覺得高雄市民的積極參與 可以 應該被肯定 但是更多外鄉遊子的回來 事實上有些意義是不一樣的 他們對故鄉的關懷 我記得上一次 這個 罷免韓市長投票的時候 我們有個群組 那個女孩子是北一大 他說 老師我來 大家一起挑一首 挑一些歌曲 他希望說挑30首歌 那30首歌 他在YouTube把它整合起來 希望說大家回鄉的路上 聽這些歌 他說每一首歌 都有故鄉的一種情誼在裡面 你知道這個女孩子 很多小弟哥 說 老師她是見到一條歌 他說他選彭佳慧那首歌叫做 感恩 感恩 為什麼選這首歌 他說回鄉是一種心甘情願的 他認為做一個高雄的子弟 故鄉好 是他一生最大的想望 那些什麼車資多少錢 買得到買不到 那都是心甘情願的事情 一首情歌 他藉由他來表達 他想回家的強烈的意願 那請慢上 最後再幫這些弟弟妹妹們做個鼓勵 回來打票 這台市最重要的 來 聽你的意見 沒有 我覺得那個 那個同學啦 是 他很有趣 他的心境跟我應該是 很多高雄人共同的心境嘛 所以我那個時候 其實在防疫的過程 我就煩惱說疫情不好 我買的疫情還穩定 是 所以我回到國安 我是抱著很開心的心情 我可以回來 再怎麼苦 再怎麼 因為來很多事情要解決 對我來講都是 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回到你自己的家 你可以在自己的故鄉 能夠腳踏實地 私事在這裡讓故鄉更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很甜蜜的 的過程 所以我會把握 當然同樣的道理就 投票 我相信很多 在外的很多高雄人 在這一兩年 其實大家都很關心高雄 因為高雄變得更不好 在這兩年裡面 覺得說以前 城市的觀光長跑到哪裡 以前在台北還會跟人家說 我高雄人 現在這一兩年 不太敢去講說高雄人 因為你會引來 像說那個發大財的地方來 你有沒有發大財 OK 所以那種 那種 期待故鄉更好 然後又 就很焦慮的這種心情 所以其實每一位 異鄉由此回來的投票 我一直覺得就像 黑暗中的一個光 你是光 我是光 你是微光 我也是微光 但是那一點一滴的微光加在一起 就是這個城市最大的光 我覺得陳范雄講到這裡 我感覺說他的情緒非常的投入了 那真的很晚了 也讓陳范雄多做休息 這個雲端最前線的一個 最讓人家頭痛的一個花招 就是每次都有一些很奇怪的手版 今天這個手版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罐頭是在1810年發明出來的 可是開罐器卻是在1858年才發明出來 整整晚了48年 很奇怪吧 可是有時候就是這樣 重要的東西有時候也會遲來一步 無論是愛情或是生活 或是一個值得你信賴的一位好市長 就像開罐器一樣 值得等待 勇敢的 樂觀的 請進行投票 謝謝陳范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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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謝謝陳范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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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